大哥,您去过非洲打工,去过英国打工 如果说呢,时间能够说再给您一次这个选择的机会 您还会去国外打工吗? 那绝对不会去 为什么呀? 没出去干过活不知道 没有 对吧,你出去人家看不起你 哦,股份了也就看不起 对 其实你说他们的人有多高吗? 他们也没什么高的 是 但是你是到那儿,人家说你是抢人家饭玩去了 是啊 对吧 首先这个人家当地人,人家不满意 你再一个,你到那儿去了 你语言不通 这些就是哈美的,哈英的,这些人 哎呀,老行,他那边哪儿哪儿好,哪儿哪儿好 对,都说那边好 他有什么好的 咱就拿英国来说 哪个楼房基本上都超过一百年 中国人一说就是我在那儿住住house 住别墅 他你住楼房他没有啊 哦,没有那个 他没有 你住平房他没有 又好像自己多身份多高似的 那在中国这儿这么解释 哎呦,我住别墅了 在那儿他团是这个 哦,都是那种 那都是这种小楼,连排小楼 咱们叫连排别墅,人家叫住户 哦 那以前住那个平房胡同一样一样的 就相对于咱这儿平房 对,而且现在英国很多人还要移民呢 是啊 他那儿不适合人类居住 哎,为什么呀 因为他那儿海洋气候老是雾气蒙蒙的 是 是吧 嗯 一出太阳吧 啊 那海滩那全是人 哦 全是下太阳 嗯 所以你觉得有什么好的 你的家乡在哪儿 是啊 是吧 你在中国 嗯 你跑人家这儿干嘛去 咱们就是说白了 你说像我当时去挣俩钱 是 就是别人挣俩钱去 对呀 但是一看那钱还真不好挣 哎呦,为什么呀 你想啊 人最怕的是孤独 对 你在那儿没有朋友 是 没有可聊的人 嗯 你想我们那儿一块工作的 都是什么马来西亚的 啊 这些人比较多 是 他跟他理想 想法也不一样啊 嗯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人 你想想他俩人说话 沟通也有困难 沟通习惯都不一样 对 想法根本就完全不一样啊 啊 那儿那儿的人都很独的 哦 都为自己 咱就举个例子 今天拿干活来说啊 啊 灰顶好了 你扫地 嗯 我擦桌子 咱们这儿人一看 得我今天桌子擦得快 我帮你扫扫地吧 嗯 好心啊 好心嘛 嗯 明天就等着你扫地 哎呦 你说你说这个我擦了桌子了 嗯 我说帮你扫 你别帮我 你扫 你扫了就是你的 所以他在那儿干活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太自私了那儿 你就是干好自己的事儿啊 别人的事儿 不要管 哦 你伸手就是你的 嗯 中国 你咱们这儿都啊 讲究这个 帮个忙 义气也好啊 叫什么 德行也好啊 都讲究是互相帮忙嘛 对啊 那不讲究互相帮忙 哦 你的就是你的 嗯 不是你的 你别动 是 他两种概念 你把这些全动了 他可能会失业 哦 想着饭晚了 对 有这可能性 啊 再一个 你干了 嗯 他不干 他还轻松了 是 就多种想法 人出国以后 最好是想法 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嘛 就是最好我感觉就是扭曲的 你知道吧 那您最后因为什么回来的呀 没意思吧 待着太没意思了 您去了多少时间 去了两年多吧 啊 没意思 所以说好多东西呢 嗯 再出国 你现在免费 当时给我多少钱 我不去挣了 哦 给多少钱都不去了 我去了 没用 你花得了吗 是啊 人到一定岁数 你想 我觉得 我现在是活明白了 嗯 你花不了那么多钱 对呀 是吧 你想我去的时候 它是一比十五 拿那个人民币兑英镑 对 你要是一比十五肯定高 但是你要我拿回英镑以后 嗯 你没兑换成人民币 对呀 现在变成一滴九了 那你就一切就几十万就 后面都就没了 也就是挣个差价 为什么我说这些出国的人就是别老炫啊 没什么可炫呢 哦 我得省钱 我挣钱了 本家留着 嗯 饭 饭不敢吃 哦 你想想 不是个民工了吗 就是 养大工 就是民工 哦 哦 所以你说 你说我这个 人觉得好像 哎呀 出我出国 我没觉得有多光荣 我只是见 这个可以说 我就是见识了一下 啊